那我们基本上是把头仰大概45度的角度 我们拨开下眼睫 大概是从这个方向直接点在下眼睫的这个部位是最安全的方式 眼药水滴在眼球上会伤眼睛其实是一个迷思 但是其实我们有更正确的点眼药水的方式 那为什么我们会说不要直接滴在眼球上呢 是因为很多长辈老人家他们视力不好 但是他们长期需要点眼药水 那有的时候平身的距离没有办法测量的很好 这样子叮眼睛的时候常常瓶盖的那个瓶身 还有那个瓶嘴会直接碰触到眼球上 甚至会造成角膜的破皮 所以我们一般是不建议直接滴在眼球上 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哦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眼球有一个很适合点眼药水的地方 就是在我们下眼睫的位置 那我们基本上呢是把头呢 仰大概45度的角度 我们拨开下眼睫 大概是从这个方向呢直接点在下眼睫的这个部位呢 是最安全的方式 眼药水呢只要滴一滴就好了 平常一个眼药水呢 它平身都有一个巧思 就是呢它有一个弧形的设计 让我们上上栏的手指头一捏就可以滴出一滴 那其实如果多滴了一两滴其实也没有关系 就让它流出来擦掉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呢 就是我们每次点完眼药水的时候 我们可以按压眼头差不多五秒钟 让眼药水不要太快流到喉咙里面 可以停留在眼睛的时间长一点 让眼药水更容易被吸收 一般来说呢 如果有一些慢性眼疾的情形下呢 我们就会希望民众呢能够按照医生的指示点药水 其中包括有白内障、清光炎或者是肝眼症 那另外有些朋友眼睛疲劳可以适时的点一些眼药水 来缓解眼睛疲劳的状况 眼药水呢其实点太多是会有副作用的 最主要呢是眼药水的设计里面呢都含有防腐剂 就像植物一样如果我们吃了太多的防腐剂呢 其实是会伤害身体 因此呢一般的眼药水呢必须按照医生指示的次数来使用 需要长期使用又不要防腐剂的负担的话 目前市面上是有特别标示不含防腐剂的眼药水 这时候就没有次数上的限制 我们一般呢是建议开封之后呢 差不多一个月之内呢就应该要用完 但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呢 有些眼药水它会特别的注明 它需要闭光或者是要在冰箱内储存 除此之外呢一般在强温之下呢 正确使用呢一个月之后呢就应该把它丢弃 我们一般呢建议民众呢 点药水呢要针对眼睛的症状 其实是希望在医生的指示下用药 但是有些情况呢可能只是疲倦啊或是酸涩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市面上一些保养型的眼药水 不过呢就是要注意次数上的限制 主要呢就是如果有些超凉型含薄荷的话呢 次数就不能太多 填最多大概就是二次三次 还要特别注意呢其中有一个呢是含有血管收缩剂的 如果点太多的时候呢不点的时候 眼睛反而会更红哦 防眼眼睛呢除了点眼药水呢 其实还有很多很简单的方式 第一个最重要的呢就是用眼的习惯要好 好的习惯呢就是我们平常看手机啊 或是看电脑 每30分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休息10分钟 这10分钟的时间就会请大家能够走到窗外 瞭望一下远方那另外还有几个很棒的方式就是 如果我们今天眼睛已经用了一整天 非常的疲倦 我们回家呢就可以热敷眼睛 那另外呢还可以按摩眼周 那要注意哦 我们如果按摩眼睛的时候呢 是不能压在眼球上方的 一般我们就会建议沿着眼眶骨的四周呢 骨头的穴道位置呢来做按压 好现在呢来跟大家示范正确使用眼药水的方式 其实呢 点眼药水是很简单的 最主要我们希望大家点在下眼睛这个位置 所以呢 譬如说一个眼药水在这边 把头往上仰45度的角度 拉下眼睛的位置 然后直接立在眼睛上 然后多出来的呢就可以擦掉 要注意平身呢是不能碰到我们的眼睛的 其实那热敷的话需要几度比较适合 就是一般的热敷的眼罩就可以了 那我们不建议用暖暖包敷眼睛 因为暖暖包的温度太高了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哦